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被称为自由女神山 这个视频包含了盖勒特山的历史介绍和景点讲解 还包含了周围景点的介绍 公共交通与停车场信息 当然还有景点相关的配套设施 如果你喜欢旅游又不想花时间做攻略的话 那么记得一定要看完这个视频哦 首先我们来看看自由女神山的地理位置 这座山地处多脑河的西岸不达这一边 也刚好处在自由桥与伊丽莎白桥之间 作为布达佩斯市中心多脑河边的最高点 只要你走在多脑河边 你就可以看到它 这座山高235米 原名叫做Peshty Hedge Hedge是匈牙律山的意思 Peshty指的是在盖勒特山的一个山洞 也就是现在的盖勒特山洞教堂 后来到了15世纪 这里才改名为盖勒特山 而在奥斯曼土耳其人占领布达后 这里因为埋葬了一位拜克塔式教团的圣人 而成为当地穆斯林的朝圣地 17世纪匈牙利人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回布达后 这里在18世纪成为了一片葡萄酒庄园 同时也是布达地区最重要的酿酒中心 而在1987年 盖勒特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了世界文化遗产 这里也成为了布达佩斯 其中一个最出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而在当地人的称呼中 更多人是习惯把它称为盖勒特山 而不是像许多旅游指南里 称其为之自由女神山 这也是有一定历史原因的 那么首先我们就来看看 盖勒特山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 首先盖勒特是谁 盖勒特其实是一位从1030年开始 在现在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地区的主教 他出生于威尼斯 在1020年前往克罗地亚的途中 顺道拜访了刚刚成为基督教国家的匈牙利 当时的匈牙利国王圣伊斯特瓦 为了让更多的马扎尔人可以信奉基督教 国王便劝说盖勒特留在匈牙利布道 还特意把盖勒特任命为自己儿子的导师 并且在1030年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塞格德 恰纳德教区的主教 但是好景不长 八年后的1038年 匈牙利的第一任国王圣伊斯特瓦去世 在那段时间 匈牙利进入了一段王位争夺期 整个国家的局势并不是很稳定 而且在当时的匈牙利百姓中 基督教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宗教 很多人对于基督教并不是特别的了解 所以很多人把基督教当成是异教 而盖勒特作为主教 必然无法逃脱被迫害的命运 据有关文献记载 在1046年发动暴动的这些暴徒们 用石头袭击盖勒特 而盖勒特在面对这些暴徒时 并不为所动 而且不停地在胸前比划着十字 这一举动激怒了这些暴徒 于是他们把主教带到这座山上 把他捆绑后放在车上 推下悬崖掉入多脑河中 盖勒特便以这样壮烈的方式而殉道 同时他也成为了 匈牙利历史上第一位的基督教殉道者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 便把这座山命名为盖勒特山 而在盖勒特山对面的佩斯 伊丽莎白桥 在佩斯这边的桥头边上 有一座在14世纪由当时的国王西基斯蒙德建立的圣母教堂 教堂里面供奉有在1046年被人发现的盖勒特的脚跟 与脊椎骨的遗骸 有兴趣的小伙伴们也可以在这里参观一下 今天如果你从佩斯走伊丽莎白桥到布达这一边 就一定会看到在桥头半山腰上有一尊雕像 这尊雕像就是盖勒特 当我们来到山顶的时候 我们就会看到这里有一座非常大的城堡 这座城堡叫做Titadero 其实就是英文中的Titadero的匈牙利语翻译 中文城堡的意思 这座城堡是在1851年 由当时的奥地利军队司令 Yuriyush-Yakou-Fung-Heinau下令修建的 修建这个城堡的原因 就是因为在1848年 由Kushukla有18期的那场 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统治的独立运动 所以为了防止匈牙利军队再次起义 当时在多瑙河边上的这个制高点 修建了这么一座城堡 这座城堡长220米 宽60米 高4米 在周围总共有60多个炮岩 城堡在1854年完工 同年奥地利军队便入驻这里 但是13年后的1867年 奥地利和匈牙利签订了奥匈折中方案 当时匈牙利在政体上已经独立于奥地利 但是驻守在这里的奥地利军队 一直到了1897年才撤离 一直到了1899年 这座城堡才正式归匈牙利所有 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城堡上的这些子弹坑 其实是在二战时候留下来的 相信看过我之前的视频的小伙伴 肯定很多次听我说过 匈牙利在1944年 二战时找到苏联红军长达100天的围困 当时纳粹和匈牙利军队为了阻止苏联红军向柏林前进 在这里对苏联红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 而这座城堡也被纳粹军队当成仓库使用 在1956年的十月革命中 苏军曾经在这里用坦克往城里发射炮弹来镇压当时的革命 之后这座城堡也为进行修复和维护 就这样被放置在这里 而从2014年开始 由于在这里发现了一系列的历史遗迹 包括发现了像古罗马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留下来的钱币 和一些二战时期留下来的武器残骸 城堡内部便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直到最近匈牙利政府才决定重新修复城堡 并计划把这里打造成一个博物馆 并于2023年重新对公众开放 从这里开始我们就要说到立在山顶上的那尊雕像了 我们之前也参观过布达佩斯许多其他的景点 每个景点里都少不了有历史人物的雕像 但当我们来到这尊雕像底下 你可以明显感觉到 相比起那些历史人物的雕像的雕工 这尊雕像明显太过于普世物华了 这尊雕像其实是二战后的1947年 居住匈牙利人民为了表达对苏联解放军的感激之情 和当时匈牙利政府一起建造的 这座纪念碑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在自由女神像的底座下 还有一个六米高的苏联士兵的雕像 但是到了1956年的匈牙利十月革命时候 因为当时匈牙利青年学生反对二战后 苏联对匈牙利实施的一系列政治制度 并且向往得到民主权利 而与当时由苏联控制的政府发生的一次 最后演变成流血冲突的革命事件 立在二战结束后到1956年之间 苏联在匈牙利设立的许多雕像都被摧毁 包括之前处立在城市公园里的斯大林雕像 英雄广场的马克思雕像等等 所以这尊六米高的苏联士兵雕像也不例外 被当时的青年学生给推倒后砸毁 而在纪念碑底座上 原本用俄语和匈牙利语刻着 匈牙利人感恩纪念1954年的苏联解放军 后来重新用匈牙利语刻上 缘怀所有为匈牙利的独立和自由繁荣泄出生命的人 据说当时革命中的匈牙利青年学生 本来想把矗立在纪念碑顶上的自由女神像也一起推倒 但因为有其他的匈牙利人认为 已经习惯了在这座山上有自由女神像的存在 认为这座雕像已经和整个城市融为了一体 所以反对把这座雕像给推倒 这才得以保留之音 所以现在在布达佩斯城里 除了这个自由女神像 已经很难再找到苏联人留下来的雕像了 但现在距离市中心13公里的布达佩斯雕塑公园里 沦放着一些在1956年十月革命中推倒的前苏联统治时期的雕像 这里的雕像很多都是重新雕刻的而不是原件 而且每一个雕塑作品都有它背后的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地址和公园的票物信息 我也放在下方的说明栏里 回到这座自由女神像 当我们看到这座雕像的时候 其实可以看出它的设计和雕刻都非常的简单 但这个雕像的设计师正是设计了放在国会大厦面前 第一个版本的克苏特纪念碑的设计师 Jigmond Kishvalu de Stobel 当时Jigmond受托要求制作这个自由女神像 但是他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模特 直到有一天在大街上 偶尔碰见了一名28岁的 叫做戈尔·伊丽莎白的卫生工作者 伊丽莎白最后答应了Jigmond的请求 经过几天的研究和练习 最终确定了用双手托起一片棕榈叶的最终造型 据说伊丽莎白为了这个雕像 还把她原本的长发给剪了 并且为了制作这个模型 据说伊丽莎白举着这个棕榈叶 占了十天才完成了这座雕像 而伊丽莎白在1989年去世 在她的墓碑上还刻着自由女神像 在你了解盖勒特山的交通信息之前 需要告诉大家的是因为整个城堡和自由女神像的翻修工作 目前大家是无法进入城堡的 甚至无法到达自由女神像的脚下 整个违逼翻修工程计划于2023年完成 所以如果近期想去参观自由女神像的小伙伴们 需要注意自己的行程安排了 虽然说现在自由女神像与城堡处于翻修状态 但也不影响大家预先了解一下如何前往这个景点 自由女神山其实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的话 或者你是一位喜爱远逐的旅行者 我非常建议你可以沿着多脑河边 从岩石教堂开始 慢慢地爬上这座235米高的小山峰 虽然暂时无法近距离地参观城堡 但这里其实还是有一处可以饱览多脑和全景的地方 就在视频中标识的位置 但如果你是准备2023年才来布达佩斯参观 那么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一条原本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期间 就准备建造的缆车线将于2023年 作为整个翻修计划的其中一部分 给大家游览自由女神山和城堡 提供了一个更加快捷轻松的方法 但是如果你不想爬山 或者游览时间比较有限的话 大家可以在盖勒特山南边的地铁4号线 Morchijikmonke的站外面 乘坐27路到Zittadetal这一站下车 沿着Sidtash Wood走大约400米 就可以到达城堡脚下 如果你是在盖勒特山的北边 可以在Hijoria Wood的Shanch Woodsa公交车站 乘坐27路也是到Zittadetal这一站下车 但是无论你是在山的哪一边 又或者是在布达佩斯的任何角落 我还是推荐大家出行前 先登陆food.bkk.hu 查清你所在的地点 到盖勒特山的实时公交信息 如果你是开车来这里 则需要特别提醒大家一下 在城堡附近 虽然都是路边的打表停车位 但不是所有地方都适用 周末节假日免费停车这个规定 一般大家都喜欢把自己的车 停在离景点越近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选择了 在城堡前的这一片空地停车 那么这里是无论节假日 还是周六日都是要收费的 除了这里 其他地方都是用周末节假日 免费停车规定 在城堡的停车场 住有一个绿色的铁皮屋 就是目前还在使用的卫生间了 收费在250互零或者1欧元 而城堡内部本身也是游戏手间的 但只能是在2023年 重新开放之后才能使用了 而城堡内部其实并没有一个很正规的餐厅 但是在城堡停车场处和城堡的边上的森林里 有几处适度店 大家可以买到一些汉堡和咖啡 但价格都比较贵 而在27路公交车站旁边 有一家评分较为高的匈牙利风格西餐厅 价格比市区内同级别餐厅要贵一些 又或者你可以选择乘坐27路公车 回到Morti Chickmore的起点站 这里有许多其他的餐厅或者快餐店可供选择 OK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在下一期视频 我将带大家去看看盖勒特山 除了这个城堡之外 还有哪些其他请典可以参观 所以你可以选择订阅我的频道 并且关注分享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